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立即和大家再更新一下大陸方面的通關問題 大陸方面放寬了防禦政策 而香港都會撤走皇馬和安心出行 變到接近0加0 大家最關心何時可以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根據香港01的報道 他們在廣東省衛檢委相關部門收到消息 市民期盼已通關已經有具體時間表 最快明年1月上半月就可以實行 目前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吉日 就是1月9日日到時會採取0加3模式 即入境人士只需要3日的居家監察 但是可不可以成功通關呢? 這段時間就要看回疫情如何發展 但香港政府回覆香港01的查詢時 就說還未掌握到一個確切日期 好了這個消息就看完 另外為何會是1月9日成為通關吉日呢? 原來這個日子就是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在今年3月份見港區人大代表時主動透露 中央原本已經決定1月9日或10日 就與香港通關了 不過就是在公佈前幾日 香港就開始爆發第五波疫情 就令到計劃胎死腹中 今年1月通關不到 好,明年1月份可不可以成功通關呢? 而之前亦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 就在Facebook上投了個文 透露內地今個月有機會對緊急公務 和商務人士開關的 但落實時間點仍然未有 但現在這個消息 香港01就證實了 1月9日是好有機會0加3 即是說 接下來應該今年來是非常之有機會 變到好像2019年疫情之前那樣 就變成中港澳三地可以免檢疫互通 這樣就一個叫做最好的方式 我相信這樣互通得到 最大得益應該就是澳門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是一個叫做 單一產業的地方 我們完全是倚賴賭業和旅遊業的 其實說旅遊業都不太對 因為旅遊業帶到過來的稅收和利益 遠遠沒有賭業那麼高 幾乎可以講得上 整個澳門就是那些賭場養起了 如果是可以三地互通的話 加上香港的客人 相信賭秀是可以有某個程度上的回復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